好專業的校圈 各位新浪的網友大家好 經過一個多月以來 美濤女春成都唱區 硝煙瀰漫的戰場 然後三甲終於產生了 然後今天我們非常高興地請到 三位做客新浪聊天室 然後大家給新浪的網友打個招呼吧 嗨 介紹一下 從這邊開始 女春 嗨 我是林女春 我是阿琪 我是張女 最開始你們是怎麼想到來參加超級女生的呀 之前有沒有想到 大家自己會取得這麼好的名字 確定沒有 沒有 開始有什麼想法 但是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當時不曉到我們學校 給我們兩個發那個 運行證的事 別問開始 知道吧 知道開始什麼意思嗎 開始沒有想過 就是很多人去報名我們學校 大家一起去玩的 嗯 然後你覺得一個多月以來 你們獲得最多的是什麼 在超級女生裡面 呃 有遺忘 嗯 都是啊 嗯 你們現在的心情是怎麼樣的 就是昨天晚上肯定是特別激動的 飛騎交架 飛騎交架 為什麼 嗯 是覺得沒有 又有兩個朋友離開我們了 所以 昨天的感情挺複雜的 一會兒又哭得要命 一會兒又高興得不得了 這種 嗯 你覺得自己 嗯 這麼久以來 誰跟你的關係最好 大家都 我 覺得大家都 非常 我覺得我覺得沒有什麼最好的 因為大家都相處得不錯 我覺得在成都賽區 大家團結 這是一個很 嗯 我覺得是一個特色 應該是 不知道有沒有用對這個詞 反正我是覺得大家關係真的很好 嗯 因為通過昨天私底下咱們的那個交流來說嘛 然後 嗯 我覺得就是說 除了比賽上那種 大家很認真的對待以外啊 例外私底下 大家都關係都特別的密切 嗯 嗯 你每個人能溜說一下 讓自己記憶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嗯 你先開始 記憶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嗯 你們先說吧 你是不是覺得想暈亮一下 深刻的事情太多了 很多難忘的事情 真的很多的 一下子想不出來 嗯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難忘 因為 在這裡 每天大家都有很多開心的事情 確實想做什麼最難忘的事情 對 很多事情都非常難忘 嗯 舉一個例子吧 就是隨便說你一樣 嗯 說個好笑的事吧 嗯 嗯 我們去周江燕拍外拍的時候 那個 那個 有一個 遊客 問文瑤 哎 你們是超級女生吧 不是 我們是請 臨時演員 我們是高見一天一個人的那個 哈哈 然後就文獲過關了 那人真的相信 哈哈 我覺得很好笑 嗯 現在給你們每個人一個機會 說一件姐妹最爆料的事情 哈哈 覺得很好嗎 什麼叫妙 最爆料的一件事情 這個 想不出來 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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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過 你們感情都這麼深 應該會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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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想想 爆料的 你提示一下 比如說 哪些 哪些 那些方面 比如說 嗯 就是說 私底下 你們都相互知道 但是 不被大家 媒體所 爆料過的事情 那 那這肯定是私事 怎麼可能拿出來說呢 對 有一點小秘密 可以跟你們說 有 可以自爆嗎 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容易爆米 自爆 自己可以嗎 可以可以 你的飯是叫玉米 你自爆叫爆米 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我自爆一下 我就是 呃 在那個 所有選手中 算比較瘦的一個 但是我是最能吃的一個 你這句話 我非常討厭 我非常不服氣 我非常討厭 我覺得你不怎麼能吃 他還不能吃 天哪 好好 我怕你們的粉絲會打起來的 然後這樣子 問一個你們那個 應該都可能知道的問題吧 你們知道 你們的粉絲都叫什麼名字嗎 知道 叫什麼 玉米 玉米 和飯 片粉 你們平時上新浪網嗎 知道有多少新浪網友在支持你們嗎 知道 有 有上 但是 也不是很多 因為平時安排的時間比較緊 我記得我自從參加超級女生 我能上網的時間就是12天以後 其實我平時都埋伏在你們幾個人的那個QQ群裡 他們都會覺得大家那個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地有給你們 我想到一個笑話 她說了 你說 那個 那個 怎麼在 啊 重死的故事 這個笑話就由李宇春說給大家 為什麼要我說呢 你說吧 不行不行不行 我說不清楚 你還要講 好嗎 我說錯了 你提醒我 就說 麵包和 芽 一來一人說錯了 包子家族和米飯家族 打仗 打群架 打群架 一定要強調是群架 打群架 然後 包子家族 占上風 當時就把 那個什麼米飯家族 擠到一個 謝謝 你完全說法了 來來來來 還是有最專業的語春 來來 繼續往下說 這個包子家族和米飯家族打群架 然後 什麼 蛋炒飯呢 什麼什麼什麼糯米飯吧 花捲饅頭打的是落花流水 正當把粽子逼到那個牆角的時候 舊子把外衣脫 我是間諜 我現在還有中葉 我覺得我現在好像進錯地方了 真的 被群工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問題 說點正經的 就是說現在你們接下來的一些發展 就是說會想像是各方面的發展嗎 有沒有會簽什麼公司呀 然後或者是演戲方面發展 還是說繼續一如既往的 從事音樂的這個道路 從事音樂那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那我覺得各方面嘗試一下 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大家呢 我 不見得會在這個行業裡 就是 音樂只是你的一個愛好而已 嗯 應該是 我現在就是要考慮這個問題 我覺得可能會從事 但是 在我心裡面 不僅僅是把音樂當作一個職業 就是更多的還是 因為我本身的喜好 還有 就是 一直以來堅持著這個信仰 是什麼 就是音樂啊 音樂的道路 那會不會像演藝圈發展啊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它有可能會出這麼多一點 我覺得現在 這個沒有考慮 嗯 因為 目前我就需要去唱我歌 嗯 嗯 好 就是說先專心的 把這個 唱歌的這個 道路先走下去 嗯 有一個網友 他提 問你說 就是說 你從小到大都沒有穿過裙子嗎 有穿過 什麼時候 很少的時候 大家報了 不是那個 決賽的時候 本來爆料說 你會穿裙子 後來可能 也沒有看到 是特別明顯的裙子 是瑪雅老師專門給你打造的那個 你解釋一下 解釋什麼 解釋什麼 就是那個 前面掛的那個 鏈條是不是有點裙子的感覺 我當時完全不知道 是這個意思 是 是昨天才才才才知道 瑪雅老師是 別有用心的 這個設計 這次他在我們當中 算是爆發戶的兒子 最有錢的一個 全身上下都是 那種螢光閃閃的內容 太受不了了 可是你仔細看 那不是鏈子 而且你知道嗎 那是別針 一旦媽媽老師覺得 誰的衣服上面有什麼問題 需要別針的 叫魚春過來 娶一個 娶一個 借你一個別針用一下 你知道 魚春當中很固執嗎 嗯 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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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不会不会我一定要戴起来 太固执了这人 人家都叫她不要戴了 然后雨晨她不想戴耳环 她觉得有跳舞啊 她怕会甩掉 她觉得不是很适应 她就跟曼老师说 我可不可以不戴这个耳环 曼老师问她 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领带取掉 我不要 我不去 我就要戴这个 王艾老师倒到撒头奖 然后有一个网友说 我不是成都人 但是这次比赛 我却最喜欢是成都唱区的 她说不仅是因为各个选手 唱歌的水平所倾倒 更是因为比赛之外的友情所征服了 她说我想请问的是 既然你们都建立那么好的友情 能否可以根据你们的音色条件 身高气质外形来组成一个组合呢 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组合很多嘛 比如说像那个SH1啊 他们的身线也是有区别的 她说这样子 虽然你们现在是各有各的支持者 然后到时候就汇集到一起 全是你们这个组合的一个支持者 也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 不过我觉得 不同的演义方式 并不是说舞台上的表演 或者其他的 就是说这个方面 至少会对其中的两个人有不适应 因为肯定只能适应一个人的曲风 我知道 那就是说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音乐路上来走 但是也不排除 大家能够在一起表演的机会 是吧 然后有一个网友他问他说 孙生这么酷 打起篮球来肯定很帅 他想问你 人会不会打篮球 高手 你又没见他打过 你高手 上次在那个学校拍那个 假的嘛 为什么不打篮球呢 都是小学生 因为我喜欢太小 因为我喜欢这一项运动 是吗 篮球 然后你在那个电视上 有出现过你打篮球的这个 没有 不是有机会 那下次那个各大电视台 一定要做一对 这个捕捉第一手消息 那是 还有就是说 有的网友说 和杰 非常喜欢你 你头的每个红发很有明星期 你说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这个红头发是 骂老师的节奏 他当时应该是 根据我 哎呀 希望我越走越红 你不要以为你皮膚比我好 你就坐在那边讨厌 那妈老师就跟我说 因为当时我头发是黄色 有点翻黄 但是可能电视上面看不太清楚 可能就不太适合我皮肤 妈老师就想 会不会红一点 就可以把我皮肤称得 再白一点 好看一点 当时染下来的效果 还真的不错 很漂亮 我觉得这不是 有关于明星气质 各方面 可能天生我就具有这种气质吧 红的发生 真的很喜欢你 真的 谢谢 我很喜欢这颗头发 然后有个网友问 那个 说 他说完小语 当你看到20万的票数的时候 你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心情是 我做梦了 是吧 我当时看到你在台上 傻傻的没有表情 对啊 然后你会不会担心 这样子会 让你有点那个 会浮躁啊心情 看不清方向 会不会给你带来压力 我觉得 浮躁不会吧 然后压力可能有一点 因为 就怕 发生不好 会辜负他们 但是我 我一直 都是很坚持 自己的这个 风格的这么一个人 就会 不太去管别人怎么看 坚持自己 然后唱好歌 这个样子 是不是大家喜欢你 可能就学进去这一点吧 我想 我想 有这个 可能